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连拍子都进不准 而有的人则有很多的基础错误 不过 就小编官看到现在 每一期选手的进步都很大 相比现在 要是吴亦凡再回到原来 肯定不会再说出这样的话了吧 并且 吴亦凡还坦言那乌克热很有实力 对他竖起大拇指表示承担 并表示他就是自己心中的SKR 按照目前的形势看来 这个人或许就是这一季的冠军候选人了 出赛的时候就被很多观众所欣赏 后来也同时得到了三个pass 可以说是全票通过了出赛 在新疆语中 儿子娃娃是男子汉的意思 而那乌克热出赛 是就以这首歌拉开序幕 很多人其实都知道 对于参加这个节目的人来说 一个pass就可以直接进入下一场的比赛的 而吴亦凡对于选手的要求又很高 就连吴亦凡都给了那乌克热一个pass 看来这个人是真的有实力的 在一对一的battle中 那乌克热表现的也是十分有益 那首单曲小编可是循环了好几遍了 实在是太好听了 而在本期的中国新说场中 那乌克热就一片担心地选择了吴亦凡 但是在留局之后又直言要放弃再次选择的机会 这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十分揪心啊 在此之后 那乌克热也是很伤心地表示 好像我在你的心里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地位 小编突然发现 这样的一个男子汉 居然也会有这样的小公举一面 就像是我把我的所有都给你了 但是你却对我爱里不理的样子 莫名地替那乌克热感到心疼 同时也好像大笑 不过 在那乌克热放弃了二次选择之后 吴亦凡也表示很厚 最后还放弃了一直站在自己面前的陈子彤 似乎是对那乌克热发出邀请 你要的我现在可以给你的呢 你还与愿意来吗 也不知道到底最后吴亦凡 能否挽回那乌克热 不得不说 小编真的手被打动了 这两个人实在上演偶像剧 甜的不要不要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两个人能否牵手成功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